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 我们还有女排精神 早在上个世纪女排就实现了五连冠 才到04年雅典的重回巅峰 16年里约的再创辉煌 她们艰苦的训练 在赛场上有女拼搏的精神 可恶一直都是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然而在女排姑娘们退役之后的生活 也令我们惊叹不已 一 赵蕊蕊曾经有着中国女排第一高之称的赵蕊蕊 1981年出生于南京 其的运动职业生涯饱受伤并困扰 但是凭借着其1米96的身高 擅长打快球和来往能力 她是中国女排黄金一代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04年雅典奥运会拿到金牌 08年北京奥运会拿到铜牌 随后在09年退役 退役之后凭借着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 在最近发表了自己的新书《夜月黑星星月闪耀》 她在自己的微博当中介绍到这本书 是对她自己36年来的一个减转总结 由她的感悟与回忆 其在之前发布的科幻小说《财雨霞》 还获得了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新语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银奖 特别对其写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二 慧若琪有着中国女孩 最美队长之称的慧若琪是 一个动力感十足的元气少女 慧若琪已991年出生于辽宁大连 2007年就入选了国家队 并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 带领中国女排夺得冠军 由于早期的心脏伤病在2018年正式退役 而且学历一直都让人们锁惊叹 从小就是学大的慧若琪 在通过省爱方式 搭遍等程序 顺利研究中毕业之后 成为了南京师班大学2017年体育科学学院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新生 可谓成为另一位高颜值 高学历高实力的国民偶像 三 周苏洪 周苏洪 中国女排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 而且与当初国家男排的主力球员汤淼的爱爱情故事 可谓感动了很多球迷 被称为金童玉女 但是唐苗在2007年在俄罗斯训练时发生了意外 颈椎粉碎性断裂导致其瘫痪 经过受伤之后唐苗连自主呼吸都困难 并且一直表示要与周苏洪离婚 但是周苏洪通过自己的努力五年间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对唐苗的不断开导 唐苗逐渐的振作起来 但是无奈五年里奇迹没能发生 唐苗最终还是没能站起来 在唐苗和其家人的劝说下 以及周苏洪未来生活的考虑下 其最终与唐苗离婚 以亲人相衬